大家好,我們是鳳械心肝鳳梨肉肝 我們的創意目的 我們讓鳳梨心不被拋棄 利用製作肉肝的方式 將它加以調味 製作成仿肉肝的感覺 不只讓素食者能嘗到 也能讓鳳梨心提升多元利用的價值 我們的作品特色 一般市面上的肉肝 通常成本較高 而且有不效驗者 為了降低成本 而添加違法的食品添加物 攝取太多會造成身體的負擔 而我們的鳳梨肉肝 不只成本較低 無填加防腐肌 且裡面含有膳食纖維 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 也可以讓喜歡肉肝的愛好者 有負擔 我們的創意特質 會生產鳳梨地區而言 鳳梨心的再加工利用 讓股頭環保健康之概念 也可以助益產業多元化 增加鳳梨效益 我們研究方法所使用的原料為鳳梨心 剛開始我們是以發酵調味 及熱水調味的方式 但發酵調味所需要的時間太久 因此採用熱水調味 我們有三種調味的方式 一個是原味、辣味及芝麻味 我們三種方式在個別熬煮 5分鐘、10分鐘以及15分鐘 熬煮完成後以熱風乾燥及烤箱烘烤的方式 但熱風乾燥所需的時間太長 而且比起烤箱烘烤 質地口感皆較差 因此選用烤箱烘烤 之後進行官人土瓶以及真空包裝 真空包裝是為了讓保存時間更長 之後我們還進行了補償試驗 看口感及味道有何改變 而外包裝 我們是讓我們的產品有商品化的價值 官人土瓶的結果 外觀以15分鐘最為多人喜愛 因熬煮時間長 顏色較深 看起來香肉乾 而味道也是以15分鐘最佳 有濃郁的味道較瘦人喜愛 三種味道以芝麻味接受度最好 因為芝麻我們有黑草 有特別的香味 購買意願是以15分為最好 不管在外觀還是在味道方面都較難 讓大家接受 鳳梨肉乾和市面上的肉乾 一樣屬於市場變形的 而肉質是由碎肉煮成的 所以 鳳梨的一種合成肉乾 吃起來較香脆 鳳梨肉乾 與一般肉乾則較有儲勁 但鳳梨肉乾卻具有肉脂般的薄 成本也相對較低 所以鳳梨肉乾具有肉乾的口感 及外端 又兼具肉脂的厚度 卻 並無添加法律及成本又低 我們的結論是 我們利用搶被偷棄的鳳梨心 將它加以調味 成為大眾都可以接受的食品 並且讓素食者多一種選擇 我們將鳳梨心經過水煮後改善 纖維排出的問題 再將鳳梨心熬煮15分鐘以入味 烘烤即可成為鳳梨肉乾 我們研發了三種口味 其中最特別的是白芝麻口味 可以吃到淡淡的芝麻香 所以深受瑜伽的喜愛 我們的報告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